各位丁丁丁 大家好 今天我们会看诗篇120篇 这篇诗篇有一个这样的标题 A Song of Ascent 就是上行之诗或者登阶之诗 诗篇120至134都是有相似的标题就是上行之诗 在这15首的诗篇中 4首也是122、124、131和133出自大位 一首就是127出自所罗门 其他十首包括了今天我们要看的诗篇120篇 诗篇的身份是未能被确定的 所以诗篇的120篇也是属于我们叫做无名诗人的一个系列的里面 一般的理解上行之诗就是在朝圣的时候是唱的诗歌 而为什么是上行呢 因为耶路撒冷是处于一个较高的地理环境 或者首先让我们一起读这七节的经文 请大家翻开你的圣经到诗篇的第一百二十篇 让我们一起读 找到我们一起读 第一节 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 他就应允我 第二节 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雪坊的嘴唇和鬼诈的舌头 第三节 鬼诈的舌头要给你什么呢 要拿什么加给你呢 第四节 就是勇士的利箭和罗藤木的灰火 第五节 我寄居在米厕 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和了 第六节 我遇那行户和睦的人许久同住 第七节 我怨和睦 但我发言 他们就要争战 好 让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 第一节 他说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 他就应允我 诗人在第一节 就已经很清楚 告诉我们 他是in distress 在急难中 当然问一下 distress有多严重呢 急难有多急呢 急难最基本的意思是tight 就是很紧的意思 所以我看到私人被 英文说是push to a corner 逼得走投无路 他有什么反应呢 他会不会反攻呢 他会不会反咬他的敌人呢 私人其实没有这么做 他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 我觉得私人这样的表现是很有意思 因为很多人呢 看他们所面对的急难 是一场的血气之争 可能我们的口 就说我们会向神祈求 但往往呢 我们会用自己的方法来处理 甚至和伤害我们的人呢 是争过你死我活 是的 我们会反抗 反攻 反咬 反驳 一直到我们要接受 我们无能为力的时候呢 可能那时候我们才会求居神 我们才会相信神和倚靠神 可能私人之前也是这样的 后来碰了钉 甚至可能是碰了很多次钉之后 他终于明白到要改变事情的先后次序 就是先求告神 然后那又怎样呢 很奇怪 答案是wait and see 等着看了 看神是怎样应允祂的祈求 是的 当你是向神求告的时候 神是会应允祂的普告的 但我要指出 神应允祂的祈求 不是神是会照着你所祈求的来做事 而是照着祂的心意来做事 各位弟兄姊妹 我曾经听过不少人说 是神都不靓的 因为事情是没有按照他们所想所求的来发生 那一件事我是可以肯定的 神是听祖告的 就好像诗人说 他应允了我 但是事情会怎样发生呢 不是照着你的意思的 而是照着神的心意 第二节 他说 耶和说 求你救我脱离雪荒的嘴唇和鬼诈的舌头 在第二节 在第二节 一方面我们可以知道 私人是向神祈求 而另一方面 我们可以知道 私人所面对的急难是什么 这些事 原来是言语上的 最少在言语上的攻击 所以他才是求神 救他脱离雪荒的嘴唇和鬼诈的舌头 我觉得私人这个讨告 也很有意思的 私人不只是求神救他 免受灾害 但是神会用什么形式来救他 会是什么时间来救他 他就是完全交给神 各位定教会 这是信心的一个表现 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向神祈求呢 各位定教会 甚至当神是拯救的形式 是死亡 你又可不可以接受 死亡是拯救的一个形式呢 我记得很多年前 我听到Tony Camporo 他讲过一个故事 是一个真人真事 当然发生在他自己身上 他从来没有看自己 是一个医治恩赐 但是有一次的聚会当中 他就是要求的缘故 他就是会和一些人来祷告 求医治 他当然仍然是做他可以做的 就是为他们祈祷 有一个先生出来跟他说 他得了一个重病 就是要求Toni Camporo 就是要求Toni Camporo 为他祷告 之后过了一段时间 有一次在另外一个聚会当中 一位女士就走来跟Toni Camporo 说 问他你还记不记得某某先生 在几个月之前 是和他来祷告的 那当然 这样问的时候 Toni Camporo 就很有兴趣 他心里想 是不是的确是他祷告之后 这个人是完全得了康复 但是那位女士就说 他祷告之后 几个月之后 那位先生就死了 那是不是这个女士就来赚他父气呢 就因为他祷告不靓 以至这位先生就死了 但是没有想到那位女士是多谢他 他说当Toni Camporo 为他祈祷之后 他回去之后 这位先生好像变了另一个人 以前其实他脾气很臭很坏 对他妈妈和他的子女 包括那位女士 其实他的态度是好不好 但是自此之后 就是祷告之后 竟然这个先生好像完全是改变了 对他们的态度 但是对他们真的很好 虽然后来这位先生是离开 但是在这段期间 这位女士说他妈妈和他 和做爸爸这个 是经历了几个月 是极度甜蜜的一个日子 所以他多谢Toni Camporo 我想跟大家讲这个故事 因为有时候真的是这样 我们会怎样祈求 我们不知道什么事会发生 我们都不知道神是用什么的形式 是会聆听这个谁听我们的土工 甚至有时候好像这位先生一样 本 nasıl所有东西 人民加府 但是他们不说 他们可以止分部分 亦都是没有 但是 virtually 有时候 歇拜拜 to 是 奇蟒 你 当时 kent 我們第一個和這段經文看到 我們必須要做一個決定 就是無論遇到什麼情況之下 我們要定要祈求神 無論遇到什麼情況 我們應該說是先要祈求神 就是第一節和第二節 第三節說鬼詐的舌頭要給你什麼呢 要拿什麼家給你呢 第三節是私人反問攻擊他們的人 給我的印象 私人好像在挑戰攻擊他們的人 甚至好像嘲笑他們 英文叫做tunting 起碼給我一些這樣的印象 為什麼私人會有這樣的表現呢 因為他很清楚知道這些人將來的結局 第四節就是勇士的利戰和羅藤木的炭火 因為他們的鬼詐他們將會得到他們應有的報應 勇士的利戰是很有殺傷力的 而羅藤木呢 現在英文一般翻譯是broom tree 什麼broom tree呢 或者看這幅圖 這些就是broom tree 以我了解 在當時以色列的社會裏面 同一樣的份量 羅藤木呢 就會比其他的木頭 在燃燒的時間上 會比較長 所以羅藤木的炭火呢 就是意味到燃燒了很長的時間 意思就是鬼詐的人是定必滅亡 詩人相信神會為他申冤 他根本不需要做任何事 在這兩者的經文是詩人表達他對神的信靠 所以第二個決定就是 我一定要信靠神 無論什麼事發生 無論什麼情況 我都要信靠神 第三節和第四節 我希望大家都有這樣的信心 雖然是面對攻擊 你可不可以完全的倚靠神呢 不會是靠幾支力來處理呢 第二節 我寄居在米切 住在基達帳篷之中 有禍料 米切 這個叫Meshach 這個名字呢 首先在創世紀第十章第二節出現 米切是羅雅的孫子 就是雅弗其中一個的兒子 從以色列書第27章第十三節 都提到米切人 其實不是以色列人的朋友來的 而基達呢 Kader Kader 這個名字呢 首先在創世紀的第25章13節出現 他是以色馬利其中一個的兒子 他們很明顯是以色列的敵人 以色列的敵人 看看這個地理上 看看這個地圖 或者和地理上 我們了解一下 這個 左上角那裏就是米切 而這個 基達呢 在這個圖的中下角 中下那裏 很明顯呢 如果你看這個地理環境 私人呢 就不可能同時 住在這兩個地方 那私人究竟想表達些什麼呢 我相信在第六節 就很清楚 讓我們知道他的意思了 第六節他說 我與那恨惡和目的人 許久同住 所以呢 其實他感覺到 在他身邊的人 有些人是會出賣他 有些人是以他為敵的 他們是 事上是以他 就是起爭端 找他麻煩 用詭詐的言語 是攻擊他 許久同住 就是 好像 從來都沒有給他 沒有給他 有休息的機會 這樣解釋 雖然是這樣 私人呢 跟他們 是很不一樣 在第七節 我怨和目 但我發現 他們就要 爭戰 那私人呢 不是靠自己 來處理這些人 或者是 處理這樣的情況 這樣的環境 然後他等候神 他親自出手 等待神自己的時間 所以私人呢 是做了第三個的決定 我定要等候神 第五節 直到第七節 可能你會覺得 這三個行動 都是基督教老生常談的一些事情 但老實告訴大家 真真正正可以活出來的 走出來的 其實 絕對不容易 為什麼會這樣說 為什麼會這樣說 為什麼會這樣不容易呢 為什麼這樣不容易呢 其實這些不單止是行動 而是一個決定 或者應該說不僅是一個決定 而是關係來的 是聚集了一次又一次 同神的經歷所產生出來的一個表現 自然成為我們不可以缺少的一些東西 所以我將這三個決定稍微修改 我首先要祈求神 第一節 第二節 而第二個決定是我要不斷的信靠神 我不斷要信靠神 第三節到第四節 而第三個決定是我一生要等候神 我一生要等候神 在第五節到第七節 所以靠神是似乎給大家一個很困難的功課 但讓我們能夠懂得的 首先是向神祈求 我們要不斷的信靠神 我們要一生的等候神 再次求神祈福給大家 可以看見嗎 optimism